我们的原则是不能双标 比如说在日本的时候黑中国 在中国的时候跨中国 绝对不行 所以做同一个片子 两边都能播的 一个旁白一个镜头 绝对不改 就完全一模一样的片子要播出 这是我们的原则 作为纪录片的导演 肯定想亲自去武汉看 武汉的情况是怎样 创作的欲望 非常个人的 不是那种公义的想法 就是肯定有很多故事 中国人说很安全 武汉现在安全 西方媒体说很危险 那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所以我想去拍 我想把我亲自看的 真实的武汉传达给大家 跟之前的片子 真的完全不一样 很快转发呀评论啊 点赞的数量的 数量增长的一个速度 非常的快 就一下子扩散了 所以这个 第一天晚上就知道了 这个片子会活 这里是我们的公司 这是我们的公司叫何之梦 现在差不多30个人 还有包括 日本也有份公司 虽然只有一个 然后这边是我的办公桌 虽然很脏 这边要整理一下 没有老板的老板是 对吧 因为他是老板 但是大家会紧张 就会紧张 不会紧张 他们根本不会紧张 对吧 我再会紧张吗 不会 你看 完全不会 哈哈哈哈 我在不在无所谓 对 他们非常的随意 我一直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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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担心 好久不见武汉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 三天 没有任何人打扰我 连我的家人都不担心 哈哈 因为我们家有两个房子嘛 所以担好久不见武汉的时候 我的老婆孩子都住在 呵呵 另外一个房间 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接 所有的电话都不接 但是这样的很难得 因为我现在做 就是老板嘛 不能那么抽出那么多的时间 三 二 大家好 我是竹内亮 呃 住在南京的日本人 纪录片导演 我有出镜 哈哈 这是我这一年的 最大的变化吧 中国故事 国际传播 和竹内亮一起 三月 啊 就是任何一个合作方 赞助商 平台 所有人都有 都跟我们要求 你一定要竹内亮出镜 你会掉 真近一点 越近越好 咋没打 你背一下 我不想背 所以 我也不想出镜 我是导演 为什么每次都要出镜 大家新年快乐 我会继续拍 啊 继续记录 赶紧这个程序 谢谢大家 OK 所以赶紧把第二个 第三个IP 培养出来 对 这是我现在 赶紧要做的事情 现在 我们公司 靠我的部分 太大了 这个就是那个 叫明星ID 以后有什么活动啊 我们颁奖礼啊 开徒师啊 中年庆啊 然后都会找你 如果万一我 有一天 撑病了 倒下来 两三个月做不了工作了 那就我们公司完蛋了 你不能学人家不好的 你要学人家好啊 就是 你说我学不好的怎么行啊 对 对外国人的要求很高的 哈哈 哈哈 就有一个男生跟我 大话 哎 你是周内亮导演吗 啊 是是 哎 我看过你的 好久不见不看 特别棒 然后我跟他说 哎 那要不要跟我拍合影 然后他说不要 我不是你的 这 这种场景我 很 我觉得很好 他喜欢我的作品而已 并不喜欢我 我个人 不需要跟我拍合影 他只是看好我的作品而已 好像第一次吧 所有人都 都斜了 我有的技巧也问过 如果你问自己 问问题的话 你想问什么问题 哈哈 我对自己不感兴趣 所以想不出来 对我来讲 我的人学习很普通 我想做的事情 一直在做而已 所以 不知道 哪里有意思 我跟赵萍 我老婆 认识之后 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了 就十年前我花了一年 拍长江 从青海的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 开始拍 六千三百五年都拍了 花了一年 然后做了270分钟的纪录片 这拍那个时候 决定要来中国 对中国越来越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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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别人让我拍的 就我想拍长江 所以写了 对吧 策划嘛 然后通过策划了 然后实现我的很大的策划 就很开心 就每一个 每一段 每一个时候 每一年 都是这么做的 就是我想拍 好久不见 我看也是 我想拍 所以去拍 没有别人让我拍的 我想再去拍长江 因为十年前我不会说中文 对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的生活 对中国人的想法 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拍了 中国的变化太快了 就二十年前的中国 和现在的中国 完全不同的国家 我觉得以前 中国人不太常常团结 那通过这次疫情 好像不一样 中国人也蛮团结的 反而日本人 越来越不团结 好可惜啊 天气不好 天气好的话 肯定很漂亮 去年我们比较出名了之后 我基本上没有休息了 所以最大的遗憾是 陪孩子的时间 越来越少 因为他的人生嘛 不是我决定的事情 我的人生也是自己决定来的 不是父母让我过来中国的 我的人生都是自己选择出来 就像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不能做坏事就是 给我来来来来 给我 日本人的俗语吧 就是 孩子是看父母的背 长大 父母也是往前看 然后一直寻找自己想做的路 自己想做的事情 自己想走的路 自己往前看 然后孩子看 就是爸爸的背 长大 就可以了 所以我也是 好好地做自己的路 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立刻一点 看看 你觉得孩子是真聪明的 你真是真聪明的 甚至真是真是真是真子 你真是真是真正的 你真是真是真人 我个人觉得平凡的英雄的话 那就十四亿人过 所有的中国人 不一定是医疗工作人员 不一定是警察 不一定是寄院者 就是一直在家的人 没什么做 什么事情都没做 一直待在家的人 也是我觉得很英雄 感谢观看